你绝对想象不到 你以为的诸葛亮是这样的 但不 事实上 他是这样的 这样 就这样 一番行云流水 骚操作下来 第二天凌晨 妹子下班在回家的路上 就碰见了 烂醉如泥的丞相 善良的妹子怕她感冒 想喊醒她 但只听诸葛亮梦中海 大骂人司马仪 于是妹子就想离开 不管这破事了 但下一秒 丞相就突然开口王炸 难度有死我了 谁有打过 死话一出 妹子瞬间盛星爆发 要带她回家 毕竟这也是头回有人夸咱 唱得好听 就这样 丞相在妹子家一觉 睡到了大下午 但她醒来一看的大镜子 突然发现 原来死了之后 还能变这么帅的呀 但很快 她就发现了发的劲儿 自己这 有心跳有外搏 明显就是复活重生了呀 丞相当即就动物了 于是她立马开始装逼 我会介绍自己 我就是那个智商一役 三国最强的神像 诸葛亮 诸葛孔明 既然穿越来到了您这 凭借我的智慧在这里 怎么的 也能助你一通天下 妹子一听 借货怕不是个傻子吧 但出于礼貌 她还是介绍了自己 名叫英子 可英子想着 赶紧让借傻子回家 约她问诸葛亮 你有钱 身份证 或者手机吗 此话一问 咱大神像瞬间一脸 懵逼 手机 手机是个什么玩意儿 此时 英子掏出一苹果 诸葛亮接过一看 读师闹过一个机灵 这这这 这书简直哇塞呀 文字居然还飘来飘去 接着丞相就开始撒花打野玩神器 这一顿活下来 丞相顿时觉得自己智商受到了年压 但丞相是谁呀 诸葛亮啊 咱们的业务能力呢 可是相当的康大 于是 在英子的口述之下 不到四个钟 诸葛亮已经从科技渣渣 直接晋升成了 京东区块链的学霸 问得英子呢 都要当场崩溃了 这个学习能力果然恐怖如斯 这般操作下来 英子也怀疑眼前的是个傻人呢 于是 他拿起手机就开始杜娘 你说你是祝葛亮 但杜娘说 你不是已经嗝屁了吗 为毛嗝这儿了 为毛还会说日语呢 这一问 丞相也傻了 对呦 这一觉醒来 不止自己会说日语 连日文文字都不学字会了 难道这就有重生的buff 接着丞相玩着玩着 突然看见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263年 蜀汉灭亡了 虽然在意料之中 但作为高质量的忠臣 祝葛亮还是难免心痛 买过草鞋吃过苦 打过草味看过屋 总是皇叔 赴了书 来 接着肉月 接着屋 不会接着空 看见祝葛亮如此伤心 英子拿起了吉他 准备献上一曲 乃和自己没文化 只能握 不会一曲送大家 好了 电单日预知后事如何 评论区直接K哥 不会喊起来喊起来 我是吃着蹦迪 玩外面的卡奖 面儿个不见不散 拜拜